偷偷藏不住,已经大结局了,还是传统的圆满结局,可看似圆满的背后,却又处处都透着遗憾。 偷偷藏不住的结局到底有多圆满,桑志和段嘉许事业爱情双丰收,但是在圆满前还是有很多的挫折的。 1.桑志父母的担忧 桑志的父母在知道桑志和段嘉许在交往以后,对他们的交往并不赞同。 1.桑志父母对于段嘉许家庭的了解,还是在很多年前听段嘉许自己说的,那时候段嘉许到桑志家借钱,听说过他们家的近况。 1.母亲癌症过世,父亲是植物人,曾经有过案底,有车没房没定所,哪一年在医院要花十多万,还有一个经常来闹事的受害者家属。 1.桑志父母担心他们俩以后要是在一起,桑志的日子会是一地鸡毛,他们的担心段嘉许给不了是桑志幸福,更担心段嘉许给不了桑志更好的未来。 1.段嘉许比桑志大五岁,已经毕业几年了,但是桑志还小,才读大学二年级,桑志父母担心桑志和段嘉许在一起是因为太小,所以思考问题不成熟。 2.段嘉许一直对桑志很好,并且还帮他补过数学,桑志父母担心桑志误把自己对段嘉许的崇拜和感恩,当成是了喜欢和爱情,以后回过未来会后悔。 2.段嘉许的担当 桑志父母的担忧不无道理,毕竟是自己宠大的女儿,带入桑志父母对于桑志的这种行为确实会头疼,但是段嘉许并没有因为桑志选择他就代代桑志的父母。 相反的,他是真的在考虑桑志父母的担忧和需求,他一直都有在积极地处理这件事,在这件事情中让我们看到了段嘉许的担当。 原本以为段嘉许父亲的事情会影响到段嘉许,没想到段嘉许父亲的逃避问题的行为,反而让段嘉许学会了如何承担自己的责任。 因为常够他父亲逃避自己的责任的苦,当初如果他父亲鼓起勇气去承担自己的责任,弥补自己犯下的错,那他们家根本就不会变成如今这样。 或许他父亲坐了几年牢就出来了,他们一家也不会到如今的境地,他的母亲也不会为了挣钱,舍不得用钱,得了癌症都不治,拖到最后治不了。 段嘉许在潜意识里一直都对他父亲的醒来抱有期待,他想要看到他悔恨,痛苦的样子,因为他怨恨他逃避责任,让这个家支离破碎,正是因为那些怨恨让他不想成为他父亲那样的人。 与他父亲不同的是,段嘉许在遇到问题的时候,他会积极地去处理问题。 在知道桑志父母的担忧以后,他一直在想怎么才能消除他们的顾虑,让他们放心地让桑志和他在一起。 他知道最好的解决办法,就是让桑志生活在他父母的视线范围内,于是他放弃了自己工作几年的工作,他向上司提出了辞职,他决定到南无创业,一切重新开始。 3.大圆满结局 段嘉许积极地处事态度让桑志父母看到了段嘉许的诚意,不再反对他们交往,他们相信这样的段嘉许可以给桑志幸福。 最后,他们一起到海边见证了段嘉许对桑志的求婚,正式地把桑志交到了段嘉许的手里。 桑志并没有因为和段嘉许的异地恋就荒废学业,他也在一直努力让自己变好,他把自己和段嘉许的故事做成了角色故事。 我的秘密,在一和大学的设计大赛上获得了设计大奖。 巧的是,他的颁奖嘉宾就是段嘉许,设计大赛上的所有人都见证了他们的爱情。 段嘉许虽说第一次创业,但是好在有贵人相助,曾经的老板思云姐帮他和总部联系了,给他提供了支持和保障,所以他的创业很快就有了起色。 段嘉许和桑志两个人可谓是事业爱情双丰收。 说了圆满,我们就来说说遗憾。 遗憾之一,在疗养院养了十年的段嘉许的父亲,一直到最后都没能醒来。 段嘉许在决定离开一和前,去了他父亲的疗养院,坐在床前,说了这么多年一直埋在他心里的话。 他说着心里的埋怨,说着自己的释怀,他那些话才刚说完,他父亲就过世了,就像是一直等他告诉他们的近况一样,知道了就可以放心地走了。 遗憾之二,一直活在桑岩口中的女朋友一直到最后都没能出现。 桑岩一直都说自己已经有女朋友,但是他的女朋友一直到最后都没有露过面,只存在于桑岩的口中。 从桑岩说他有女朋友的时候,弹幕就一直在说威以凡,温双将,我原本以为他有机会露脸,结果一直到最后都没看他出来过。 虽然我知道电视剧里的段嘉许和桑志一定会过得很幸福,但我还是得说,桑志的任性让我有了一丝不适感,他不仅不理解他父母对他的担忧,还对他父母掺和他和段嘉许的事表达不满。 很多人都在说,人间理想段嘉许,段嘉许真的是一个良配。 在电视剧中是,在现实里不一定是,所以我觉得桑志不顾一切的态度是不值得学习的,婚姻不只有爱情,还有柴米油盐酱醋茶。 不到二十岁没什么精力的小女生,为了爱情不管不顾,觉得自己的父母为了关于未来的考量都是多余的,并且他还赌对了,这太脱离实际了。 结合现实来看,这个结局圆满的有点浮夸。